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出演Miu Noriseki 也是韩国著名协星主持人的PakSung 被自己的亲哥哥一家人侵占100亿资产的事情 在韩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今天就总整理了一下这个事件 前几天在PakSung的YouTube留言区 有位网友爆料了 PakSung的亲哥哥侵占PakSung财产的事情 内容简单的整理一下就是 30年前因为PakSung的哥哥没有工作 所以PakSung就让哥哥做自己的经纪人 而让嫂子管理自己的出演费以及财产 PakSung百分之百的新任了自己的亲哥哥一家人 但是最近因为疫情 PakSung要参与善良房东运动的时候才发现到 自己的房产都不在自己的名下 而在哥哥的名下 在这个爆料之后 由不同网友们的爆料也越来越多 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结果PakSung也在自己的IG留言表示 确实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样打拼了30年 有一天发现到 我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不是我的 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想要以对话来解决 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整理了相关资料 最后再请求一次对话 如果再不回应 将无法继续把他们当作家人 虽然PakSung最后也强调 父母亲不知情 拜托大家不要猜测或者是责怪父母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网友们都不相信父母亲会不知道 接着跟PakSung关系很好的后备邪情 从人所也在网上爆料 PakSung常常说 只要自己努力赚钱拿给哥哥跟嫂子 他们就会帮自己好好理财增加财富 而PakSung的亲哥哥也只开马梯子 对很多人都说自己没有钱 这些都是弟弟的 嫂子也因为没有像样的包包 所以出门都会拿着用纸做的包包 自己要跟嫂子这样的女人结婚 也就是说 PakSung的哥哥嫂子在PakSung 或者是PakSung的亲友面前会这样演戏 而在背后却侵占了PakSung30年来辛苦赚来的钱 目前哥哥一家人已经把房产都卖掉 断绝于PakSung的联络后消失了 之后也有位记者YouTuber 爆出了PakSung之女的对话截图 对话内容主要是在说 自己家里没有拿叔叔一毛钱 不要担心我们家不会有事 因为我们家很有钱 这是秘密 在这些消息爆出后 PakSung之前在节目中的各种发言 重新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2012年 PakSung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我有一个谁都会羡慕到好侄女 侄女常常对我说 叔叔的遗产都是我的 2012年的话是9年前 一个小学生能说出这种话的话 我们可以合理的欢迎 应该就是父母亲在孩子面前说过了好多次这种话 而实际上 PakSung也对亲友们说过 自己的财产以后都是侄子们的 然后也在一个节目中说过 在誓言稳定后 想要试试一个人独自生活 就长时间说服了父母亲后 离开家里独自生活了 但是不到一个礼拜 父母亲就搬到楼下了 有一天工作早点结束后 回家的PakSung 自己一个人正在煮泡面吃 这个时候收到了 家人们一起去外面吃饭后刷卡的短信 真的感到很寂寞 连吃个饭都要刷PakSung的信用卡 然后在Miu Nuriseki中说过 自己有过真心相爱的女朋友 觉得是自己的命运 真的很想结婚 但是因为家人的强烈反对 所以分手了 看到儿子这样说后 母亲在节目中表示 在我看来不是很好 为了其他家人也都说 他不怎么样 我们大人看的话 80%能看准的 当时在节目播放的时候 很多观众们都认为 是不是PakSung不会看人 但是现在真相爆出后 很多网友们就猜测 应该是家人们怕 他们的摇钱书会消失 所以才会反对结婚吧 然后还有一次 PakSung因为整整一个礼拜 母亲只给他咖喱吃 所以就发牢骚说了 再这样吃就要变成印度人了 结果母亲就很生气的说了 你以为你赚钱就了不起了吗 后绝食了三天 之后PakSung跪着求饶后 母亲才原谅了 母亲也在节目中对主持人们表示 我生气了就不得了 对此现在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儿子一个人辛苦养活一家人 却一个礼拜只给他做咖喱 发了一点牢骚就这样逼儿子下跪 不看都能知道 PakSung在家是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然后最后就是 之前PakSung在节目中提到 自己在偶然的缘分下 领养你的猫咪塔红的影片 也重新让很多网友们都流泪了 我在过着最痛苦的一年 人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想不开 但是他因为我无法睡着 猫本来不会这样 来到我面前 在我睡着之前 一直看着我眨眼 让我闭上眼睛 我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都是一个人 为了养活家人们 总是有着负担感 但是他 我为了炫耀他 才开始了YouTube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们的留言 只把PakSung当成是踢管机的人 怎么会是家人 根本就是寄生虫 吸血鬼 结婚的话老婆会管理财产 所以家人们才会拼死命阻挡 这样侵占的PakSung财产 30年来给自己孩子买精品包 买房产海外旅行 这个妈妈这么坚持PakSung的一举一动 怎么可能不知道 另一个儿子在侵占财产的事情呢 在节目看到PakSung哭的样子 我也跟着哭了 太心痛了 真的幸好有塔红在身边 比起骗了100亿 现在让PakSung更难受痛苦的应该就是 被自己这一生都相信的 家人受骗的这个事实 今天PakSung已经透过法律事务所 对自己的亲哥哥提告了 对于PakSung发生的这个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台湾泰鲁阁发生了 很严重的列车事故 希望受伤的乘客们能早日康复 试着能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